第二 本尊现前后 是否需要观 白光 红光 蓝光 三光加倍 在观行者心中 泛色蓝色的红日 召勾四倍观音至顶上 在入心连之上 入我后行者于四倍观音合一 现有的仪轨没有三光加倍 第二个问题 他又来 现有的仪轨没有三光加倍 直接 他用召勾四倍观音住在顶上 他在入心连 自己在变化成为四倍观音 那么 这个问题跟刚刚讲的一样 刚刚讲的一样 本来我们在四部来讲 都有三光加倍 四倍观音居然出现了 他放白色的光照你的 放这红色的光照你的喉 放蓝色的光照你的心 这 OM 阿 HOM 自己清静了 那四倍观音 再用召勾印 到四倍观音到顶上 然后再进到你的心中 你自己就变成四倍观音 按照四部的仪轨是要这样子做 那行部的仪轨就没有这样子做 直接把四倍观音 遭到这个顶上进入里面 合一你自己变成四倍观音 二者都可以 你要做仔细一点 你也可以 不过师尊跟你讲一句话 我每天晚上 我在坐这个千舟法船超度的时候 虎头金刚在我面前 他在云端上面 然后 尤诗金母坐在虎背上 他有放光 一直放光照我 一共照了五度 五次 照五次 照我 照五次 还有一个第六次 第六次是哪里来的 就是彩虹雷仗是 护魔宝殿那一尊的 中间的那一尊 摇指金母 那一尊来 他照我 第六次是那一尊来照我 我是让它自然发生的 我不是刻意 刻意要招请哪一尊 哪一尊 来不死 每一次都是虎头金刚 照我的额头五次 然后 最后一次来的 就是彩虹雷仗式的 那一尊 中间那一尊 天里形的 摇指金母 放光照我 是有这种现象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没有三光加倍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以后我自己就自化成为阿弥陀佛 然后另外的阿弥陀佛又从那边出现 阿弥陀佛 这个手印 就结成这个手印 那这一只手呢 就化 化出来 这样子 然后阿弥陀佛 再移到天外之天 到天外之天 然后再宣布 然后再宣布 一点二十分上法座 到我做完法事 张开眼睛一看 是晚上三点 我三点才上床 一点二十分上法座 到了三点才下座 动作一个半小时 所有的仪轨 坐了一个半小时 所以现有仪轨没有三光加倍 不要紧 那不要紧 既然是中委会公布的 我不能够 可以讲是行步的法 行步 行步的法 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